99,900的昂克塞拉不过瘾 现在89,900的马自达昂克塞拉来了 前两天这款车又进行了一个价格下调 马自达昂克塞拉现在落地10万左右 到底还能不能买呢朋友们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纠结这个问题啊 10万以内的轿车可选择的余地太多了 自从比亚迪琴L上市之后 一众以前的这种老款合资车型 就已经纷纷降价了 现在主流一点的合资A级车 基本上都能在10万块钱以内落地了 这放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那么马自达昂克塞拉到底还有没有优势啊 我今天和大家聊一聊 其实昂克塞拉的外观我觉得还是不过时的 虽然说这个车上市是差不多接近5年了 有4年左右的时间了 我觉得它外观依旧不过时 看侧面来说 它的这个整个车身流线也是比较好的 比较柔美 它的轮圈是一个2154518的一个尺寸 轮胎确实有点薄啊 因为这个轮胎太薄了之后 它就容易鼓包 其实马自达呢 这车的后排空间确实是不是那么大 在同级别车里面后排空间算是小的 而且这个车它坐在里面啊 车里面的话 它的整个的这个视线不是很好 因为它的车头是比较长的 所以说你看外面的话不是特别好看 而且它的整个这个车玻璃特别的小 看到没有 前车窗玻璃特别小 而且门板特别高 就是你看外面的话就感觉很费劲 就有点特别压抑的感觉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 可能是我没有开习惯这个车 它的表显油耗是比较低的 这车跑了38000多公里 表显油耗7.1个油 百公里我觉得这个油耗还是可以了 毕竟这是一个2.0的排量 而且是个6AT的 6AT的话它的油耗是会高一点的 但是它7个油来说我觉得也很低了 你看我坐后排前排说我正常坐姿 我的腿部空间已经没有了 你能想象吗 你看这 这它这个空间确实太小了 后排空间 而且你看后车窗玻璃也是特别的窄 所以你坐在这里面真的感觉很压抑 它的门板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坐这么高 本来你就是一个轿车 门板坐这么高干啥 对不对 不得不说啊这个马自达它这套动力总成2.0自然吸气配6AT 它这个换挡还有这个提速真的是行云流水啊 这是马自达的看家本领 来看一下马自达安克赛拉它的底盘怎么样 它这个相对于最老款来说 后悬架是扭力梁的 最老款是用的独立悬架 但是呢很多人说啊 它是为了空间才用的这个扭力梁 但是新款安克赛拉它的后排空间 比老款也大不了多少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它这个扭力梁用上了之后 相对来说它的操控要稍微差一点了 底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整的 有大面积的护板保护 这边排气管上面没有看到有颗粒捕捉器 马自达的发动机技术确实还是可以的 2.0的自然吸气没有颗粒捕捉器 这是它的前悬架 下摆臂用了一个双层打孔冲压的一个钢制结构 减震器呢还是一个直插式的这个麦夫逊结构 整个底盘呢没有什么太过于明显的亮点 中规中矩吧 还好它的整个前副车架是一个全矿式的 这点比较良心 它换机油其实还挺方便的 就一个小孔 机油滤芯和放油螺丝都集中在一起的 特别方便 朋友们 那么你们觉得10万块钱落地 买一台2.0的昂克赛拉到底行不行呢 其实我觉得车是没啥问题的 因为买昂克赛拉的很多都是中外粉啊 其实很多人买什么大众 风天本田这种 可能他不会去开马自达 因为它的后排空间和它的 刚才我说的那个视线是一个硬伤 而且它的整个车头太长了 对于很多人来说它不习惯 只有喜欢马自达的人才会去考虑买昂克赛拉 而且很多买昂克赛拉的大多数也是冲着它这款2.0的自然吸气配它的六速手自一体变速箱来的 它这套动力总成开起来其实很舒服的 而且油耗也不高 大家能看到它的表昂油耗才7.100公里 这是一款开了两三年的车 三万多公里 7.1个油你们觉得高不高吗 很多1.5的排量它都要这个油耗 更何况这个是2.0的 而且还是6AT的 而且它的提速啊 底盘质感这些各方面我都觉得还可以 如果说大家确实喜欢开马自达的话 那这个车现在落地10万块钱以内完全是可以买的 以前昂克赛拉它在这个价位里面 它是唯一的一款轿车是2.0自然吸气的排量的 现在不行了 现在丰田的丰兰达 现代的这个IX35也是2.0的排量自然吸气的 当然那都是SUV了 轿车里面2.0的好像只有马自达这一款 而且还坚持用6AT 其实还是比较良心的 但是现在面临着很多车型的一个竞争 马自达确实也是无可奈何 其实不管马自达 其他车骑也无可奈何了 都要跟着降价 所以说不着急的朋友啊 你可以再等等